《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其實有幾多人來幾多大陸專才 那個都不是重點來的 為什麼呢? 首先這些大陸專才來到 是否能夠replace我們 即逃走的香港人 都是另外一件事都不需要去做一個考量 因為我認為 你首先來香港的轉型是怎樣 你現在的政府或者商界人士 都仍然覺得好像當沒事這樣 香港仍然可以繼續做那個 就是我們偉大主席的習近平叫我們做的 國際行貿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 物流中心等等 你是不是做到? 你當體族是這樣做到 於是這些行業就需要一些特別的人才 而現在來的大陸專才 你能不能夠find到這些行業呢? OK 而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這些行業 是不是需要這麼多這些專才去做 因為這個形勢變了 不是這個世界不是說 你想做國際貿易中心 你想做國際金融中心 你想做國際行運中心、教育中心 什麼什麼中心就做到的 是吧? 那你想做人家不明白 那怎麼辦呢? 於是不經意的 我相信香港人、中國人、人 那你也沒有由做以代弊 你就會轉的 那那當然是怎麼轉 甚至有些人 天不轉地,地不轉 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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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去移民了 亦都難說 因為你永遠都是穩定和清晰的社會 我都不說法不法治 我不要說做大生意 你開黨鹹魚 真是賣鹹蛋的 我也要想的 原來我可能我不知道 原來當日我做過 譬如那些司機 還有我開車送那些所謂黑暴 被人捱過 沒過我 沒事了 幾年二月來 又不知道什麼事 我打算開一間餐廳 誰知道拿牌子 人家拿一年來 我三年都拿不到 我連這些都做不到 沒有考量 那就索性不做 因為我看到人家 因為之前有過 有過人不是這樣打電話 是嗎 劇團都沒有人打 我找一個人 原來他幾年前在Facebook上 表達過一些政見 可能就寫五大訴求 於是他在我的電影裡 搞到我整個劇團瘋了東西 當然了 蕭生其實現在做的事 就是跟特區政府做的一樣 其實我挺生氣的 但我現在沒什麼火 一發火就容易說錯話了 所以從來 你說什麼話 其實現在 老實說那套戲出來 是神經病 就寄好他就不看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 要不然就真的連鎖 跟那些什麼康民署 不給他場地人家那些 明明租了 簽了約都說 不給場地的 沒什麼分別 一樣的嘛 不過我們在九龍城的班友 我多謝蕭生 是 由他加錢 是 叫他再收了 賣香一一 你想一下 現在已經7千多萬了 賣香一一 他仍然可以有三兩百個 現在這麼多 今天一百幾 一個星期收到六七百 你真是 真是多謝你 我真是要去看多看 不然 我太什麼了 因為我呢 在機器上面有些新片 這些是先導的 就不是傳片的 我都忍著不看什麼大圓人長久 因為我要留在大圓人長久 因為其實大圓人長久那些 他現在很久都要畫的 他畫了 填詞L那些 你肯找 有時候就用到時間 他還有一兩 是啊 即是做 填詞L你看了嗎 看錯了 我還沒看 打圓人長久呢 看錯了 我也沒看 因為我很喜歡吳康人的 我真的很想看他 OK 好了 這件事呢 就不用審了 我看完一個流程呢 肯定有人做錯了很多事情 OK 醫療事故 我不是專業的醫療人員 但我們看了新聞這麼多 自己家人也進去醫院 又經歷過了這些情況 看上去就真是賴慘了 這個世界上就不一定是公立醫院的 私家醫生呢 有沒有私家醫生特意想你死的 沒有 我可以跟你說 怎麼會想你死的 他都什麼 他說他都想救人的 但是有些不夠小心 不夠在意 就又有這些情況出現 市民陳太 本月初就向公聯會立法會議員 鄧家彪求助 過後他們讀新聞 一見到的市民 包括 當日 陳同佳隊 我叫做什麼 潘曉詠 OK 他媽媽就去找 李慧琼子 他們去幫忙 於是有些人 爺餘他 我現在就不會了 因為現在你不找他們 沒有人找 OK 好了 就懷疑他71歲很年輕 老公陳先生 他的離世是由於主診醫生和私家醫院的疏忽所指 那什麼事呢 原來就是上個月 4月 陳先生在聖寶陸醫院進行更換心反的手術 手術後48小時內在醫院去世 聖寶陸銅鑼灣 OK 那在江浪城發覺真的是什麼 聖家樂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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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搞不清楚 聖寶陸這些是學校的 然後有什麼聖提摩泰 聖肌膀 聖肌膜 聖肌膜 聖肌膜有嗎 不好 聖肌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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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肌膜好像有 電影也有 真也真不知道 聖肌膜好像是誰 聖肌膜好像是誰 聖制度國家 好像是 好了 家屬和阮方會面 阮方就說要4個星期去諮詢法律意見和進行調查 阮方呢 家屬已經按醫務委員會和衛生署的機制作出投訴 現在案件交由死因庭 怎麼都會被死因庭跟進 聖肌膜 醫院回覆記者就說 事件發生後一直有和家屬保持聯繫 由於個案已交死因庭跟進 未能作出評論 個個都是這樣的 對不起 對不起 甚麼都好 甚麼都說個別事件 又交給法庭 永遠都不用評論 你不評論就等我評論 對 陳太太陪陳先生 3月29日去聖保陸醫院進行電腦斷層掃描 Ct scan 判斷陳先生是否適合更換心反手術 OK 可以的 心臟科醫生就通知陳先生 安排在4月17日8時半之後做手術 他們都花錢了 不是不花錢 不是公立醫院媽媽買 好了 寫者陳先生的兒子說 手術前心臟科醫生說 手術成功率到95% 並無提及致命風險 但最終爸爸在手術後48小時內去世 形容是晴天霹靂 認為做法不妥當 這個是單方面說 心臟科醫生通知 跟他說手術率成功率達到95% 並無提及致命風險 我當他 陳先生 都是小陳先生 說的是事實 我相信是事實的話 其實這件事 你就很難怪過醫生 醫生說95% 放心吧 陳先生 你要喝杯茶 因為這個手術是做慣 做開的 95%成功了 喝杯茶回來 爸爸就做完 你很難要求醫生 這個就有些疏忽 在這個情況下 95% 甚至乎更多 他會成功 他不會說 95%成功 當然 手術的事情 一定是沒有事 如果真的 你老爸 他不會這樣說 其實究竟經驗 我們在公立醫院 一般來說 醫生 反而是很硬 他覺得有七成機會 五成 他覺得有九成機會 六成 永遠都沒有 但是手術就是手術 為什麼呢 不要說你這些換心犯的手術 甚至乎你 通波仔 我不是說開胸的 什麼踏橋 大腿入 那些 飛入侵性手術 所謂 其實一樣可以有風險 有風險 你才來 有少許有人說的 是吧 他呢 陳先生 細陳先生就說 爸爸8點半進行根本心犯手術 但是 做一下的時候 醫生就說 有些小肢子 就是 包括什麼呢 送心犯的步驟 由原定的右腳大動脈 就轉去左腳大動脈 以及手術期間 左腳的大動脈血管 流血不止 其實這一點 很有問題 你原定是用右腳的大動脈 那當然是你要 為什麼你會臨時轉去用左腳大動脈呢 為什麼你之前是決定用右腳呢 當然是有些原因 你不是醫生 有些原因你才決定用右腳的大動脈 那你既然要用右腳的大動脈 你在術前是未應該做過一些檢測 覺得有腳的大動脈是適合送心犯的 你才用有腳的大動脈呢 為什麼臨時臨急 會換到左腳的大動脈呢 根據這個陳三馬醫生 就跟他說 有些知智 什麼知智就沒有說 因為有些知智 所以他要換到左腳 為什麼要阻礙他的大動脈呢 我留他不止 我去管 好了 接著 到了那晚 4月18日 他早上做手術 9點50分 陳先生的女兒 就收到醫院的電話 說陳先生的情況急轉直下 醫院 醫生要立即跟他做電腦掃描 陳小姐在電腦內 9點50分 同意 於是乎家屬就趕到現場了 誰知發覺仍然未做CT scan 不是未做手術 仍然未做電腦掃描手術 這一個 你很難怪那些家屬覺得你們是有嫌悟的 為什麼呢 你9點50分 喂 陳先生 這個情況急轉直下 我們要做電腦掃描 CT scan 為什麼他會問呢 其實 第一 就是要通知他 爸爸可能有事 第二就是 喂 要做CT scan 要差一點錢 去到這一刻 收錢的程序不會漏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在45分鐘後 去到 仍然未啟動檢查程序 就是那個CT scan 喂 是不是這麼緊急 結果呢 要等到11點9 就是由他們說 喂 你的爸爸急轉直下是9點50分 結果11點45分 差不多兩個小時 血管科醫生才到場 開始進行檢查 以及急救 那你是不是很難怪家屬啊 當然我們不是醫生啊 這些等於醫務委員會 就是他們醫生 我不用醫醫商為 可能你解個急救程序 但是你就蠢了 好了 到了19日的凌晨 就是12點3 都是幾個次之後 死者陳先生的兒子 就說 那時候才從醫生的口中知道 爸爸 右腹下面有止血塞 那個止血塞好像鬆了 OK 於是 令陳先生內蓄血 和有腫痛的感覺 好了 然後到點幾鐘呢 死者陳先生 受流血不止 醫生用了7支強心針去搶救 死者就在早上6點24分去世 為何會用7支強心針去搶救呢 我看了醫療劇多 因為不死得 這是病人 不死得 為何不死得 死了可能會出事 有人 好了 鄧家彪就說 軟方應該深入調查 要求軟方在14日內 和他和死者家屬回面 速軟方就6點移民作出解答 我不再說了 軟方我想 他也有法律意見 我想在死因庭之前 他是不會和他們見面 或者見面都不會講及當日的情況 我相信他們 但是 我看這裏 我真的覺得 真的有很多疑點 為何呢 右腳會不會左腳呢 究竟你有沒有檢測右腳 是有甚麼情況 你有沒有跟家人說呢 然後左腳那個血管 原來是會流血不止的 你之前 你有沒有去判斷過呢 為何那個血 陳先生 我剛才說了 陳先生其實在術後 多次跟醫院 跟醫生說過 他右下腹痛的 醫生說這個是正常的 然後才發覺原來是 右下腹過 血失鬆了 內出血 嗯 有沒有有人誤診 或者 漠視了這些事情 是吧 那麼 之前 手術之前 就說 陳先生 很簡單 換了心肌 就去ICU 心肌治療部 住兩天 但是一出來 就去了普通病房 普通病房 那個 take care 是否這麼多 我不知道 Anyway 最後就是 這裏他有講的 家屬多次去問心臟科 醫生交代 真的在6點20多分鐘 他走的 爸爸 陳先生的心臟停頓時間 心臟科醫生 咦 答由幾分鐘 就是幾多分鐘 到三四分鐘 到七八分鐘 到七八分鐘 真是擠牙膏 嗯 那你家屬想不餵都不行 就是有東西隱瞞 是吧 想不餵都不行 老實講 可能這件事 真的未必關於那個 到現在我們公道的事 在整個過程裏面 是醫生犯了一些 就是錯誤的 可能 當然我認為這個可能低 但是你這樣去擠牙膏呢 喂 你真是不能夠 怪任何 家屬懷疑 唉 真是七十一歲 真是 打直進去換個心反手術 結果都是這樣 所以人呢 就是這個無償 希望陳先生 就是家屬人都 真是 真是甚麼 切開 切開順便 好另外 蔡淑梅醫生 我不講得那麼多 細節 被控 有七個醫生 咬去其中一個 濫發心指 她和她的先生 還有 不誠實使用電腦 今天有報道呢 案件再押後到 明年五月上 即是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甚麼其他事要講的 這樣講是很大的折磨 喂 你夠了就告 是吧 你不要看這些案 這些案都可以足以令到很多投資者 我現在不是關心蔡崇梅的 我是關心沒有投資者來香港 喂 喂 你中東王子 都沒有武器了 現在 是吧 還找他出來唱歌 那個甚麼禮品部主任出來說話呢 嗯 但他都沒有說過王子來不來 沒有 他沒有說過王子來不來 他沒有說過王子來不來 那你不猜 我猜這個人是從重慶大廈出來的 真的不知道 如果不是無故 有一個人出來的 那叫卡梅倫 是的 但是 他的卡梅倫這個名字 和我一向認知 那些 即是中東佬的拼音 通常他們叫穆克麥 UBA 就是這些東西 即是像我今次在小蘇哥巴基蘭坦仔 他叫UMA 不是UBA 是UMA OK 他也是這樣 OK 首先是他去洗黑錢 那我不特別講 我也不知道為何要洗黑錢 他是醫生和人體病 不收錢 如果你說懷疑那些是黑錢的 那你不要說蔡崇梅 每一個做生意的人 做醫生、做律師 做康家士多 我也不知道那是否是黑錢 他跟你買東西 買包煙 那是不黑錢 那我就跟醫生媒滿 不明白 你是不明白 第二 就說他不誠實使用電腦 為什麼呢 因為他登入了 醫管局 即是我們那些什麼醫 什麼通的網 裡面 看病人的病歷 我更加奇怪 醫什麼通的 就是方便 這個聯網 就是方便 醫生是有牌的醫生 OK 他無論在醫管局 核下的醫務機構裡面 服務也好 在私人機構也好 在私家醫院也好 服務 他都可以 他有一個Premit 我們應該是醫生 他登入去看病人 病歷 於是就更加方便去判斷 斷症 那蔡松茅醫生要看一下 你說他人想不肯打針 就是 到你老母 找到你去看看 嗯 做什麼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大小眼 紅斑狼瘡症 我覺得不行 於是 蔡松茅醫生 是不是 他當然要登入那個網站看看 病歷資料 原來你真的在私家醫院 你真的拿 你吃了十八年的膽固醇藥 吃了什麼 紅斑狼瘡 地中開頭血症 我都覺得你不適合 因為他是專業的 即是初初又說 一兩分鐘退職 一到病人 現在人家認真去看 那些紀錄又不行 即是想怎樣 另外 喂 還有 他不誠實的意圖 取用電腦 醫院管理局的電腦 另外還有 為何是五月呢 為何是五月 如果我和你 去登入別人 就不行 登入醫管的電腦 看別人的病歷 因為我們不是授權人士 亦都是侵犯了別人的私隱 就是不行 他是醫生 我去幫助醫生 醫生幫他醫病 為何他 五月審 真的沒有話可說 即是這些事情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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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就算了 你不要說我說 大家 喂 你香港要向前走 好了 另外再說一件事 不特別說了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 我想可能有一年 是吧 出康城首都有個單位 業主 裝修完 據說阿靖 其實不是業主擺出來的照片 好像那些裝修公司擺出來的 是吧 即是擺出來的 我們的作品 昂狗狗 真是多漂亮 多好 光顫我 是吧 曾鑊成那些業主 瞧你了 我沒有大漫落 現在屋宇柱正式起訴業主 承建商 和室內設計師三個人 那你說 是不是一定去到 什麼判處四十萬罰款 監禁兩年 或者判處一百萬罰款 監禁三年 等等這些事情 我覺得未必是他們那麼盡 但是你現在只是 還原這一下子 你都在大漫落 是吧 即是老實講 我真的未能見過 這麼懶惰的人 喂 你真的要拿聖牌 還有 你本來就這樣看屋內 都沒有很估計到你去哪裏 你還要寫明日出康城 什麼單位 不用看 這樣都可以 你不用 不用什麼了 不要說那些行家賭灰 即是網友 咦 咦 可能一句都沒有網友 咦 那個屋場應該是主力場 這樣可以打的嗎 那你就糟糕了 結果現在 你說是不是 真的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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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